掌声有请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 来 先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三溪大同的马熙慧 我今年37岁 37岁 怎么会坐在轮椅上 我是一名先天性的脊柱裂患者 胎胎在母体缺少液酸 所以在脊柱形成的过程当中 没有完全闭合 导致中处神经的塑损 所以在我出生的时候 背部就有一个鸡蛋大的包块 这个包随着我的成长 它也不断地长大 在五岁之前 我的大小鞭是不太好的 就是边走 就是变里里拉拉的这样子 就没法治疗了吗 我的父亲是一个美光工人 他每个月的工资不到200块钱 但是养活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母亲是一个家庭的妇女 在家门口去开花种地 家里养一些牲畜来补贴家用 所以当我出生的时候 其实是给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但是父母为了能够给我看病 都是省事检用的 在五岁的时候做了一次手术 在择手术之后 我就完全地瘫痪在床上 就影响到了我大小便的湿静 更严重 对 更严重 大小便湿静挺折磨人的 我今天坐在这里 大家能够看到 我的表面是光鲜亮丽的 实际上我们是24小时离不开 尿不湿的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 这是非常伤自尊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每天生活的一种煎熬当中 我现在的轮椅桌垫里面 全是尿湿 随身携带 事实上像你这样的一种情况 生活当中要无微不至的照顾才行 对 否则的话你皮肤会烂的 我的左脚从六岁开始就有一个烂洞 一直到我19岁才愈合 左脚是烂了12年 右脚是有严重的骨髓炎 小的时候屁股烂 烂得一塌糊涂 那是经常的事情 好了又烂 烂了又好 因为有这个尿布 腐蚀 更是没有办法去愈合 你学习成绩好吗 因为我小学都是我妈背着读书的 虽然尽管有别人在嘲笑 但是我觉得我唯一能够证明自己的 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考得好的成绩 来回报我的母亲 就是我母亲很辛苦 她上午一身衣服 下午一身衣服 但是回来还是裤子是尿湿的 最紧张的就是在你上课的时候 你特别想去 但又不敢跟老师去说 你是有那种尿急的感觉 有感觉 就是控制不了 因为我的膀胱阔跃肌是完全松弛的 那你更难受 比方说在上学的时候 我屁股都是烂的 同学们读着做的硬板凳是坐在上面的 而我可能就是两个腿搭在上面的 半坐 半站着 扶着桌面这样去读书的 上到什么时候读书 上初一的时候就考到我们那里的中典中学 上了一年 那为什么不读完呢 因为家里确实很困难 上面两个姐姐 一个哥哥 那最小应该再加上你这个样子 应该把钱都花在你身上 没有 其实我哥哥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 你问他重男轻女啊 对 有这种思想 上初一的时候 父亲就非常非常的反对 我记得父亲在炕上 点着烟 一个劲地低着头抽烟 我就坐在地上 一直跟父亲说 我说 你要不给我读书 我就去告你 你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父亲 但是现在想起来 我的父亲离开我已经16年了 现在我想一想 其实父亲 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 所以他还是很爱我的 我也是很感激 他能把我养活这么大 那不读书你干什么呢 初学之后 我就跟我出嫁的大姐 因为大姐比我大12岁 她像一个母亲一样的 非常疼爱我 就给了我几十块钱 就帮我进的那种丝袜 开始打低摊 第一次收入的那一笔钱 是在大年三十这一天 下得非常大的大雪 我的整个脚面都被雪盖上了 身上头上都是雪 当哥哥姐姐把我这些东西收回来 我进家门的时候 自己内心是特别高兴的 也挺激动的 但是我的妈妈都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她赶着饺子皮在那里哭泣 其实那一刻我知道她是多么地心疼我 但是我想跟我妈说就是 我自己可以挣钱了 那是我人生的第一笔财富 就能挣八九十块钱 特别地开心 我觉得我做人特别有价值了 这些年一直就摆摊吗 当时是在老家 她后来开了一个小店面就卖得更多了 一些小日用品小饰品 比以前的生意稍微大一点 但后来因为我父亲 想给我哥哥建房子 给我哥哥去结婚 有点儿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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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希望在最后的一年 我能够冲刺考上一个好的高中 我理解父母也就这几年 我知道付出 没有人对你付出是应该的 更不光是父母 所以我想对我的父母说 我爱你们 他口中的父亲是 我现在的杨茜茜茜茜 我现在的杨茜茜茜 我现在的杨茜茜 我现在很帅气 我的老公很善良 比你大吗 比我小两岁 而且也是个健全人 把你老公叫什么 胡胡斌 胡胡斌 给我介绍的 大家好 我叫胡胡斌 我来自三西大同 我今年35岁 看得出来 这老公是你的骄傲 我的最大的财富 也是我最大的骄傲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们小学是同学 他因为只上过初一 我们初一也是同学 初一的时候 就是全学校 只有有一个宿校的 就是我 所以说我老公 会在下课的时候 给我端水 打饭 星期五的时候 接送我回家 那后来你们怎么好上的呢 同学那都是很多年 闲的事 就是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的同学 知道我们两个人都离异 就想把我俩撮合在一块 当时想的是 我能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因为他有一个孩子吗 身边也有人反对我的时候 我觉得像他的身体的残疾什么 我觉得那都不是问题 就当你足够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俩走到一起的时候 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的时候 你觉得真的就没什么 其实他一直工作在老家 我妈妈也在老家 但是他说能够承担起 我家庭的这份责任 他说你不用回来 因为你毕竟在那里 奋斗了那么多年 他说我可以把工作辞掉 我来无息 那一刻我觉得 这男人靠住 你觉得他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他说他要掌握你 我觉得我老婆是一个 特别坚强 也特别干练 非常好的男人 她就是我的女生 你跟那个儿子关系怎么样 我觉得孩子是蛮好相处的 通过几件事情吧 我就觉得他还是接纳了我的 就是有一次我带他去买学习文具的时候 我是用那个电动自行车载着他 突然就是抱住了我的腰 在那一刻我就是特别幸福 我就觉得孩子已经接纳我了 完了还有一次就是 我去市场去给他买早饭 他就说 卖早饭那家同学的妈妈在那里 你就说你是朱玉琳的爸爸 他肯定会给你优惠的 但是我也特别地欣慰 有一次我在店里 他去补课嘛 我就说 跟我过饭了 你回来的时候 你在外边吃好了 帮我带个铁饼就好了 但是孩子带回铁饼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两盘店吗 有一盘在另外一边 他在那边呢 煮好了一碗面给我端过来 他说 乌叔我怕你不够吃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处得更像是兄弟一样的那种感情 我发现你儿子的魅力比你强 他一说到儿子 他眼圈都红了 因为这一份像朋友一样的夫子亲戚 太来之 但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 最重要的一代人 从始到终贯穿 始终坚持在你身边 这个人很重要 我们掌声有请 您多大年纪啊 我75了 75女儿 只有她最让你操心吗 她的孩子大了 她也不用我操心了 小伙子也不操心 有她操心 现在可以放心了 是啊 就这也没彻底放松 还跟我在一起 给我烧饭 洗衣服 哦 你们生活在一起 对 我也习惯我妈一直跟着我 你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吗 妈 其实这三十多年来 我已经习惯了 您和我在一起的生活 但是我不敢去想 我很害怕 有一天您老去了 我该怎么生活 您对我的好点点滴滴 我都记得 您对我的付出太多 我都不知道 怎么能够报答您对我的恩情 做第一次手术的时候 在您的怀里 我被医生抱走那一刻 您特别地伤心 我也记得 我在上学的时候 您背着我 在那条年龄的小路上 冰天雪地里 不知道摔了多少次 您每一次摔倒的时候 他把我摔下来 就手托着地面 一手拦着我 用你的背 背着我 他掉下来 我也记得 您的说是昨年来 给我洗尿裤子 手都变醒了 所以妈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能够报答您 所以有的时候 在那边拼搏 我只想给你 和儿子更好的生活 但是有的时候 生活压力太大了 情绪也不好 所以有的时候 语气不太好 所以妈 你要原谅我 你要原谅我 我没有别的 我知道这么多年来 都手都变醒了 你也没舍得买过个戒指 我买一个 我想说妈我爱你 哎呀 苦难的日子过过了 你好好都过了 我只想着 妈的伤心还好着呢 哎呀你 你活不到现在 妈 妈 这样吧 你先把幸福心愿说出来 好 完全感谢 我今天的幸福心愿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 和我一样的残疮伙伴们 去创业 好 谢谢 来 请回 怎么帮呢 我现在有一个饰品店 可以做一些珍珠饰品 去年在五夕的残联的帮助下 我有一个残疾人就业 培训的实训基地 我希望通过这个基地呢 来把我的一些经验 交给他们 去创业 我们怎么帮您呢 能够让一些客户 能够看到我的产品 买我的这个产品 你需要更多的展示渠道 对 所以我今天也带了一些小食品 是吧 给大家 一个小新银 这个珍珠花好漂亮 我老师 我也给您的爱人 也准备了一份 谢谢 那我们来听一下 五卫老师怎么帮您 珍珠是每个女人 必备的一个装饰品 对 所以呢 我们五居五术旅游 住宿品牌呢 向您订购三千元的 珍珠饰品 谢谢 我一定会把您 打来得更美丽 好 谢谢你 华中医疗集团旗下 我们自己有一个 韩雅慧的品牌 一个商学院 是专门是针对这个 珍珠板块 有对外销售的这个 那我们可以把您的品牌 放在我们 韩雅慧的会馆里边 然后推向天津和河北地区 那我本人呢 也非常喜欢 珍珠这种饰品 定制您五千元的 珍珠饰品 太感谢了 谢谢 我愿意免费成为 您的代言人 我将尽我的能力 在我的家长群中 去宣传您的品牌 愿意拿三千元 去买定制你的产品 想送给我妈妈 一个珍珠项链 我相信你的眼光 希望有机会 能请您去我的学校 好 太感谢了 今天这位姐姐在台上 是我见过 所有女嘉宾当中 最聪明 最知道自己 想要什么的女性 那我们全能联盟 是一个以音乐 为基础的一个销售团队 我们一共有 五万的一个代理商 所以我会把你的产品 带到我们的团队 做两个团队的一个对接 完了之后 我也是在这里 想要订购 三千块钱的珍珠 然后先让他们 去看一看 感受一下 如果好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 下一步的合作 以此来支持你 谢谢 好 太感谢了 我们还是要说的 试镜这两个字 现在有些人 脑海里已经试镜了 不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了 怎么应该管住自己 把握自己的命运 对 你虽然在生理上 你做不到 但其一直你都在 把握自己的命 从未放弃 所以说 从大的层面上来说 你是成功 你没有时间 谢谢 祝你生意越来越好 因为你的生意越来越好 才能够给 有同样情况的 残疾的朋友 一更多的希望 你只要过得更好 他们就会觉得 自己有希望 对 其实我来这儿 也是希望想说 和我一样的残障姐妹们 不要向美女低头 我们坐在轮椅上 一样可以做个 优秀的女人 谢谢你 再见 谢谢特雷老师 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37年来 马续慧一直在 与病痛的斗争中 奋进成长 虽然多年来 她没有跳过舞蹈 但是她一直没有 停止生命的舞蹈 希望马续慧 一直能做最好的自己 绽放独木的光彩 过幸福的生活